这对夫妻刚刚失业就去垃圾场捡破烂了 男人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塑料袋包裹着什么东西 以为里面装着什么宝贝 没想到入职第一天就有意外收获 结果男人兴奋过头被办了个大马趴 嗨 帅哥 摸摸哒 好 一个漂亮的大宝贝 男人吓得报警后立刻辞去了这份危险的工作 警方赶到后将尸体带回尸检房 他们不敢轻易打开包裹密闭的塑料袋 因为里面的尸体早已溶解成一滩腐肉与湿油的混合液体 如果随便拆开 恐怕这间实验室就不能要了 他们只好先插了只管子进去把包装盖撑起来 从下方开启一个小孔 再利用气压把湿液慢慢挤入到收纳盒中 清理完后给尸骨拍了X光 看到死者从头到脚所有的关节全部骨折 其中肺部受损最为严重 这也是导致他最后窒息死亡的原因 可是他生前究竟遭遇了什么 才能让自己全身上下伤成这个样子 警察推测死者要么是从高处摔下去过 或是全身受到过重度挤压 要么就是被人暴揍了一顿 他们还从装饰袋里找到一个玩具人偶 从上面提取到一枚指纹 比对后终于查出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名叫活着 是一家玩具公司的设计师 警方来到这家玩具公司 这里的霸道女总裁告诉警察 死者是公司里出类拔萃的头牌 凡是他设计出来的玩具必定会大卖 所以总裁怀疑死者的死是因为同事嫉妒他的才华 所以才起了杀心 就比如那个叫泰迪的 此时正因为设计的玩具太差劲 而被一群熊孩子群殴 警方立即传唤了泰迪 可泰迪却说他一个大老爷们 哪会这么小肚鸡肠 因为嫉妒去杀人 何况死者在工作上也经常帮助自己 他更不会恩将仇报 法医溶解了死者所有的腐肉 把骨头摆在桌子上仔细研究 根据手腕和肩胛骨的伤痕 模拟了死者遇害时的场景 当时凶手将死者推倒 死者手腕猛然受力造成骨折 凶手趁死者受伤爬不起来 就拿起凶器 分别砸在了他的肩胛骨和肘关节 可是如果接连对死者进行重击伤害 他怎么还能一直趴在地上不反抗呢 警察把死者的胳膊拉直才发现 所有的伤口连成了一条直线 也就意味着那些伤是一次性的击打造成的 警察陷入了困惑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奇特的凶器 他们去死者工作的地点进行了调查 发现玩具公司的仓库 有很多用来包装玩具的袋子 和死者身上的果实袋一模一样 而且卷闸门上方有一个被撬开的缺口 下方还残留着血迹 看来死者是被凶手尾随过来 撬开门之后趁其不备 用卷闸门砸死了 警方检测了缺口处的形状和碎片 最终确定了撬门的工具 是一把千斤顶 随后他们查询了死者办公室的电脑 看到一份聊天记录 原来死者最新设计的一款独一无二的玩偶 被人偷走了想拿去卖钱 不过上面安装了追踪器 死者不断威胁对方已经知道了他的位置 让他尽快把玩偶交还回来 不然就让他常常坐牢的滋味 警察把和尸体装在一起的诡异娃娃摆在了桌子上 娃娃已经被分尸了 看起来像是被人争夺过 但是凶手如果是为了偷玩偶 为什么杀人和又把玩偶和死者装在了一起 根据小偷的IP地址 警方锁定了他的位置 将其抓获后惊讶地发现 这个小偷居然是死者的亲哥哥 面对质问 哥哥如实地交代了自己的偷窃行为 因为妹妹是著名的玩具设计师 哥哥经常会偷他设计出的新款拿去卖钱 不过这次偷玩偶时 根本没有见到妹妹 何况妹妹是他唯一的亲人了 怎么可能去杀他 而装饰袋里面的玩偶 是妹妹设计的另一款新品 并不是他偷的那一个 随后法医检测出 人偶身上有一种汽车蓄电池上的硫酸签 应该是凶手抛尸路上电池烧坏 蹭到了人偶身上 这种特殊材质只有马沙拉蒂这一款车才有 而与死者相关的人里 只有他的女老板开这种车 他们搜查了霸道女总裁的车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死者的血迹 还找到了那把撬开闸门的千金饼 铁证如山 女总裁只好老实交代 原来死者生前设计出了一些新款玩具 总裁原以为又可以大赚一笔 没想到死者却要带着这些新品自立门户 死者的去留关系到公司的成败 霸道女总裁哪能容忍得了别人的背叛 就在仓库想阻止他离开 然后猛地拉下闸门 没想到死者正好摔倒在闸门下面 就这样被砸死了 然而警方认为这并不是意外 因为总裁当时完全可以拨打急救电话 可他却选择袖手旁观 等死者彻底死透了直接抛尸 说白了就是他霸道强势的个性酿成的惨剧 因为他宁可让对方死 也绝不能容忍背叛